大家好 这节课呢 我们给WPML教程追加一些更新 补充一些知识点 当初在录制WPML教程的时候 插件的版本是3.8 现在已经更新到了4.2.5 当时呢 WP的版本是4.8 现在最新的是5.1 版本上有了一些更新 界面也有了一些变化 比如WP5.0开始有的那个编辑器 界面比之前变化比较多 另外我还收到了很多同学们的反馈 我把大家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 在这也讲解一下 还有在之前的课程中可能没提到的 后来我又发现了的 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这些只是一些小的知识点 更多内容大家还是看之前录制的课程 因为在使用逻辑操作方法上没有太本质的变化 绝大部分还是一样的 下面我们正式开始 现在这个网站是一个BE主题做的网站 是一个BE主题的demo站 WordPress用的是5.1.1最新版 接下来我们要安装WPML插件 现在的WPML插件的最新版本是4.2.5 WPML的官网 它的下载也有了一些变化 这四个算是它的主要插件 但是这个CMS的这个还是核心插件 是必须得装的 这三个呢是可选插件 针对不同的内容都有各自不同的目的 我们根据需要再安装 因为这个插件安装多了会影响速度 再下面呢是针对第三方插件的翻译 同样是根据需要安装 插件的安装方法和之前教程中演示的还是一模一样 可能在界面上有一些变化 我们还是手动安装这个CMS的主插件 从网盘上获取 点击上传插件 然后选择这个主插件 插件安装成功之后 然后启用插件 在启用插件之前 大家要注意 先给网站做个备份 用WPML做多语言网站 它有一个基本流程 第一个是先创建WP 然后安装主题 然后再用主题做网站 做网站呢包括菜单 菜单很重要 然后是文章 包括文章的分类 还有页面 还有Portfolio之类的东西 甚至WCommerce 包括产品的分类 要把这些全搭建好了之后 相当于这个中文版 或者是英文版 就是你这个网站 它有一个主语言 它是单语的 不管是英文的也好 还是中文的也好 它有一个默认的主语言 当把这个默认语种的网站 都搭建好了之后 再开始安装这个WPML 然后再制作多语言版本 是这个流程 那么在正式启用这个WPML之前呢 先给网站做备份 特别是数据库的备份 因为这个WPML 它很大 我感觉它挺复杂的 这是第一个要提醒大家的 第二个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是小白同学 对Wordpress或者主题 还不是很熟悉 我建议不要上来 就安装这个WPML 因为那样会导致更加的混乱 本来Wordpress菜单都没整明白 页面也没捋顺 包括编音系什么的 还有点犯糊涂 然后再加上这个WPML 混合在一起 那是相当的乱 经常会出现不必要的错误 这是我给大家的两个建议 关于WPML的追加部分的介绍 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可见 看看